在日本赏鹰的最后一站 来到了富士山 为了看樱花下的富士山 我甚至修改了后面很多行程 损失了很多机票和酒店的费用 很幸运赶上了圣花期期间的富士山 不过也出现了奇雨 这一天富士山下浓岩滚滚 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是火山吗 还是山火 甲府去富士山的大坝 我是从松本城先坐火车 然后转成大坝去富士山的 三个多小时花了不到两百块钱 这就打算在富士山玩三天 第一晚住在了车站门前的民宿 是一间日式民宿 这房间还蛮大的 临时顶了一半 没想到旺季期间价格才两百多 房间很大 能住三四个人 到达富士山河口湖的时候已经傍晚了 想去车站买一张明后天的周游券 不过只能当天购买了 所以只好第二天早上来了 在车站就可以看到太阳快落山了 打算去湖边走一走 看看日落 路上经过了一个寺庙 寺庙门前都是樱花树 里面有人在敲钟 已经关门了 这个是圆通寺 感觉很安静的一座寺庙 几分钟来到湖边 可以看看落日晚霞 不过富士山晚上没什么可玩的 天一黑就非常安静了 就在湖边走一走 回去早点休息 准备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去车站买票 然后去新苍山浅建公园 车站的人工窗口早晨七点才营业 只能在人工窗口买这个周游券 然后等七点半的火车 车站门口有很多的网红打卡点 利用这个时间拍拍照 在河河湖几乎各个角落 都可以看到这个富士山 很多人喜欢在车站 街道超市门前拍照 诞生了很多的网红打卡点 这个劳森超市拍照的人有其多 都扎堆了 我买的是两天五湖的周游券 价格大概是160多 这个周游券还可以坐一个 去新苍山的小火车 现在进到了火车站 车站里面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富士山 早晨非常的清楚 这是富士山河河河河站 就是坐这个小火车 去新苍山浅建公园 去看一看早晨的富士山 从河河湖到新苍山浅建公园 要坐四站小火车 如果不买周游券单独坐这个小火车 单程大概是15块钱 十几分钟就来到了夏季田站 从车站到新苍山浅建公园的山下 还要走十来分钟 这个新苍山浅建公园可以说是排富士山最美的一个地方 所以一大早就会有很多游客前了 据说去观景台拍照还有排大队 所以很多游客都一大早过来 现在早晨还不到8点 还不到旅行团的高峰期 这是公园山下的红色鸟居 在这个鸟居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富士山了 这是富士山的新苍山浅建公园 现在是在山脚下 后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富士山 这里有300多级台阶 爬到观景台上看一看 爬这个小山除了300多级台阶 其实还有这样的坡路 而且这样的道路两旁都是樱花更漂亮 我首先去了旁边人少的山坡 这条路好像更多的人是来选择下山的 所以我正好可以错开人流 其实预测富士山的樱花 相比其他地方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四月初其实已经来过一次 当时的樱花都没有开 以当时的情况我感觉十天后会有樱花盛开 正好在十天之后来到了富士山 而且这两天天气都非常好 可以说是非常幸运 在半山腰已经可以透过盛开的樱花 遥望远处的富士山了 现在一大早侧面的山坡没有什么游客 所以拍照画面非常干净 新苍山潜进公园是日本非常著名的旅游打卡公园 以美丽的富士山远景而闻名 同时它也是一个赏鹰圣地 每到春季公园开满了燃解解鹰 这里的照片经常作为旅游封面 因为每到樱花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先绕开排队的人去前面拍一拍照 山上有一个五重塔 红色的五重塔也吸引了很多人拍照 不过这不是拍五重塔最佳的角度 最佳的角度是五重塔富士山樱花铜矿 像这个角度只有富士山与樱花还不是最美 不过如果这里人少拍照也不错了 最佳的观景点是上面的观景台 这些排队的人都是准备到观景台拍照的 感觉已经非常多人在自觉排队了 队伍已经排得忘不到头了 早上起来在这排队的上千人 不叫排几个小时 所以如果想白天来这里拍照 尽量越早越好 其实六点钟有一个头班的火车 但是我要等七点买那个周游券 所以赶不上六点 现在是八点多 看看这排队的人多撞过 虽然排队的人比较多 但是和国内人山人海的景点比 还是舒服多了 还是舒服多了 排队的地方其实也算是观景台 可以轻松地拍拍照 正排队突然看见富士山下燃起了滚滚浓烟 开始这些烟柱还不是很多 很多人也在猜测这到底是什么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 不会是一些小的火山口喷发吧 毕竟在日本的很多地方看到过这些浓烟滚滚 不过感觉爆发的雾气越来越多 越来越高 越来越大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会不会是着火了 但看这种烟的形状和颜色也不像是着火 我也第一时间把这个景象拍了下来 还发到了网上 看到周围的当地人对这个情况 也没有感到特别惊慌 毕竟他们对地震呀火山爆发呀 好像都习以为常了 记得我在东京的时候 遇到过两次的无极地震 那是在夜里 当地人完全的没有任何反应 现在可以进到观景台拍照了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出名的 可以把富士山五重塔樱花 拍到同一画面中的地方 这里总是人头攒动 所以要限流 每一拨人只可以停留五分钟 五分钟后就要离开 换另一拨人进来 这就是新苍山浅建公园 拍富士山五重塔的最佳角度 远处依然是浓烟滚滚 我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富士山 加上五重塔和樱花 画面还是非常美的 不过在这个地方 很难轻松地把人拍进来 因为人太多了 很快五分钟时间就结束了 开始往外轰人 从观景台刚一下来 就已经看不到远处的富士山了 整个富士山被白烟笼罩着 幸亏之前在同样的位置拍了一下 否则都看不到富士山了 我当时真的以为是小火山爆发 还拍了个小视频说明 好这是新苍山的浅建公园 我们刚从观景台下来 这个在观景台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个富士山下的 一些小火山口爆发了 到现在为止 富士山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这也是比较难看到的一种奇观吧 我们现在再看一眼富士山 完全看不到 我这个视频发出后就有人告诉我 好像不是火山爆发 是这里的山火 而且也不是什么天灾人祸 是当地搞的烧山活动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眼 这个富士山已经被浓烟笼罩 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时候爬上来的人 应该算是比较倒霉的 什么都看不到了 现在下山 这个山下就是新苍山的浅建神社 今天也是富士山的樱花祭最后一天 还有一些小的活动 再从这个角度看一看 富士山消失了 从这个角度看 好像确实像是山火 而且是由组织地进行了一次活动 也可能是为了更好的生态环境吧 感觉像是大多的蘑菇云 不过这大多的蘑菇云是有点吓人了 返回到河克湖站 这里又可以看到富士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